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必须用量滚量的方式 才有机会往上去做突破 那如果量没有一直 量如果一直出不来的话 我们就不排除会再次回撤 再次回撤这样 区间下缘 虽然这个区间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到这个区间 到底落在哪边呢 我们一起跟大家强调 这个区间位在万一 那同时这边也是年线所在位置 那区间下缘落在哪边呢 月线上扬月线的支撑 那你可以看到目前 这个各条群线 包括十日线 五日线 月线 年线 半年线 通通都搞在一起了 所以这边纠结后的突破 或是跌破呢 往往是一个方向的开始 过去我们总是这么跟大家强调 所以这区间 你一定要好好紧盯着 往上这边或许 有机会再往上走一波 那如果往下的话 这边就是这种哥所期待的 打第二只脚 一个组跌段的行情 所以这边区间 你一定要好好紧盯着 那先前我们也曾经跟大家提到 如果他真的要往上应供的话 这种哥这边呢 这边会开始进场去打多单 但是有多单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空单呢 还是会存在着 为什么这边空单还是要存在着呢 因为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经济数据的确不是太好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失业率 美国的失业率有可能会冲向20% 那有没有 欧美市场这边一样是消费的主力 他们这边都是高端消费 高端消费品的一个主力市场 那如果这边失业率这么高的话 有没有 没有钱 不要说炒股票 消费都是一个问题 甚至连吃饭也是一个问题 这边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想的是什么 想的是我下一期的账单 要从哪边付 想的是什么 我下一餐在哪边 想的是什么 我生病了 应该怎么办 虽然失业率是一个 漫漫长长的修复之路 即便疫情解封了 攻击端 或许容易回复到先前的水准 但是呢 这需求端绝对是 一下子没有办法马上回来的 这条路是一条举步为经的道路 它会慢慢反复的来去 把失业率给降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 这金融海销售 失业率了不起10% 目前20%可是要直逼 192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那当时2008年 这金融海销 10%失业率 搞了多久才降下来 花了6年到7年 甚至来到8年时间 才慢慢降到3%到4% 这边的水准 所以20%失业率 你认为要花多久时间 才能降下来呢 更何况 更何况是什么 你目前找到工作 你能保证回到过往的薪资水平吗 尤其是这边被裁员的 大部分都是基层员工 基层员工事实上取代性很高 取代性那么高的话 你认为他要花多久时间 才能累积到过往的一个薪资水平呢 所以这一天让投票你好好去想想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经济前景似乎是不太乐观的 紧缩乌云正笼罩着全球大地 那很多人不这么认为 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解封之后 大家都是马道跑舞照跳 但是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你可以去坊间看一下 如果你身旁有一些企业家老板 这边你可以去问他们 他们心里最真实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中央这边有一些朋友 有一些老板姐朋友 他们对未来前景是感到害怕的 在2008年的时候 他们从来不感到害怕 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 他们这边还是可以接到订单 只是少了点而已 你还是可以到处拍拍照 那现在疫情的影响 你还敢到处拍拍照吗 即便各个国家已经开始解封了 你真的敢去那个国家旅游吗 总哥想问的是这个 那如果说经济这边的持续 是维持这样的形态 消费模式的改变 那会不会造成另外一个景气的衰退呢 这是同样你要好好去想一想的 更何况全球企业属 在这段空窗期所造成的损失 会重创全球未来一年到两年的消费 所以你可以看到 目前市场上普遍预期是什么 这接下来美股的NASDA或是SP500 这边获利普遍是呈现一个下滑的 那这个下滑其实这张图 我们也一再跟大家强调 股价跟获利的预期 已经越拉越大 越拉越大 这中间的差距 朝晚有一天会做修正的 那这修正的时候 众哥希望你都能避开 因为这修正的话 可能会让你的骨架这边呢 有可能变成腰斩 腰斩好朋友 比较50% 这样的机会有没有可能 众哥认为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边只要随便怎样 这个大家的超低的慢压 全部涌出来之后 踩踏式的慢压 可是怎样会踩死人的 如果你跑得慢一点的话 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party结束 人未善 我们希望你可以提早做好准备 因为这个形态看起来 的确没有让我们太过乐观的理由 那当然这个有人会说 联组会这边撒币 或是政府救世了 那这种想问的是 难道联组会就没有 抛逗的时候吗 我们人都有跌倒的时候 更何况这个联组会 他也是有跌倒的时候 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联组会有没有撒钱 有 国安港帽堂江 有没有进展护盘 有 但是怎样 通通抵挡不住 获利的衰退 你可以看到第一阶段 杀这个去杠杆 那第二阶段杀什么 杀这个获利衰退 第一阶段杀这个去杠杆 然后反弹这边反复的过程中 然后又往下去破底 那当然2008年 这边反弹的过程中 反弹时间可能缩的比较小一点 你的煎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 那如果你又把它往前回推一点的话 往前回到2007年 在当时2007年这边 可是有往下筛波 反弹上来之后 又开始再往下筛波 所以如果你把整个cycle放大来看的话 是从2007年到2009年 那这中间搞了多久 搞了两年 所以这边耐心有时候是你 投资获利的一个最佳的工具 我们这边耐心的等待什么 一个往下的一个大行情的到来 那当然如果它往上化 刚刚我们提到 如果它往上化 行情真的无视这些 经济数据硬要跟它干上的话 特别要往上挑战 这个前波的企业区 甚至什么 营造这个要创造历史高点的氛围的话 宗哥这边也绝对会怎样 调整脚步 但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宗哥这边见多单 但是空单会留着 我们会多空同时操作 很多人质疑说 多空到底可不可行 你到底看不看得懂 未来的行情是怎么样的 事实上宗哥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你只要把每一档个股 当成是一个独立的大盘 来看待就可以了 我们过去总是这么跟大家强调 因为这边你把它当成 一个独立的大盘来看待的话 大盘如果是在这边 找一个区间震荡 那未来又有一个风险性在的话 你的多单有个空单可以保护 这样是不是可以把你的风险给降低 而且我们做多 绝对是找一些强势股来做多 做空绝对是找一些弱势股来去做空 运气好的话 这边有机会两边都让你赚到钱 你愿不愿意相信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赔钱 但是如果你这边强势股 这边够强势的话 弱势股够弱势的话 这边是有机会 让你两边都赚到钱的 相信追踪这种哥 够久的朋友 你都可以帮这种哥做验证 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这个加拿减速 往下 去年8月的时候 往下修正那一波 我们当时空单可是有赚到一层到两层 包括350是阳明光 或是2633的高铁 那当时我们多单是哪一档 6683的雍智科 当时6683雍智科涨幅 可是高达一倍 所以这边多空操作 绝对是可行 绝对是可以赚钱 绝对是可以让你的风险给降低 绝对是可以让你晚上好好睡好觉的 所以多空操作绝对是一个王道 你要习惯这样的tempo 那如果说你这边还是不习惯这样的tempo的话 那中哥要听你 万一跌破区间的话 这边至少至少这样 至少你要先把这资金给退出来 退出来 不管你是赚钱还是赔钱 退出来 你才要取得下一次的参赛权 中哥常举个例子 这边第一次你闯红灯没事嘛 第二次也没事嘛 但是第三次你就不好听啊 我们在操作上面 能遇到这种地三盖的情形吗 所以我们还要强调 一旦跌破区间 至少你的多单要先给退出来 那或者是你这边够积极的话 可以跟着我们来去做放空 虽然多空操作 接下来会是这种各的一个重点 如果说它有往上去站上 站稳这个区间上缘的话 那以今天来看的话 至少还没有这样的情形 还没有站上 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盘面上 虽然说盘今天是涨了48点 但是有很多个股呢 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直变了 待会我们会跟大家追踪一下 一些相关的个股 但是中哥想花点时间 来解释一下这张图 一百年轻人二月往下跌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已经破坏了整个空头形态 那破坏了一个多头形态 那这边要重新走一个 走一个回升行情 这边要重新走一个多头行情 至少应该怎么样 站上上弯的季线 至少要怎样 至少要过高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通通都没有过高 大概率来讲 就是维持一个横向整理的区间盘 那这区间盘 有没有往上去做突破 有 那有没有往下做跌破 也是有的 我们可以把它放带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有往上去做突破 但是突破之后 过没多久站不稳 又马上跌回这个区间 那这边区间下缘 有没有跌破 也是有的 但是跌破之后 又马上做了一个收缴 那这种个想问大家是 如果你这边是在 如果你是个教育者的话 遇到这样的情形 你会怎么处理呢 这当投票 你好好去想一想 这边往上去做突破 结果你的多单 多单进场之后 其后这个盘 却又压回到这个区间 甚至又要回测这个区间下缘 甚至有的还做了一个跌破 你的多单应该如何阻止 势必一定是先停损的 那你会说 中哥我这边抱着这边盘还是会反弹上来 当然没错 但是这是大盘 个股可不是这样子 有了个股下去之后 可是上不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 2080这红海 这个200块现在是多少 六七十块 了不起八九十块 再来我们看到什么时候的 2498宏达电 8076的五峰 要举这些例子呢 中哥可以举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想问大家是 你以为你每次买到都是台积电吗 你以为你每次买到都是大力光吗 你以为你每次买到都是一些 会让你回到原本价位 甚至让你赚钱的股票吗 这边有这样的想法 中哥不能不说 真是太天真了 所以这个盘如果往上突破区间的话 就它又马上打下来 这时候你有空单 是不是觉得我抱着多单 会相对比较安心 那如果说他这边往下做跌破的话 那我空单是赚钱的 虽然说多单会赔钱 但是怎样 空单赚的钱会比多单赚的钱还要多 所以你整体的部位还是会赚钱的 所以多空操作是一个重点 那再来我们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如果你这盘如果真的要搞这么久 反复圈搞这么久的话 如果你这边没有耐心的话 那你很容易错过100年前10月的那一段大行情 你可以看到这中间反复会让很多人失去耐心 结果就错过了这次大行情 所以这盘如果真的要像100年前10月这样的话 像100年前10月这样的走势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因应之道 100年前往下走下去 然后100年前10月又往下走下去 当时发生什么事 中美贸易战导致这个全球经济可能有一点疑虑存在 那目前经济衰退是40 那会不会走向现在的模式 我们就好好看下去 如果说这边区间这边往上突破又往下下来 往上突破又往上下来 搞了这么久你还能保持耐心的话 中哥敢跟你说后面的大行情你绝对赚得到 这边问题是怎样 这边往上突破或是往下跌破 如果看到机会你要不要打单 那如果你打单了又被修理的话该怎么办 或者是说这边看到机会你选择不打单 但是行情如果真的往某一个方向出去之后 你应该怎么办 中哥想问大家的是这个 同样你可以好好去想一想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中哥群组 中哥群组的Lighter跟Telegram 这下面都有相关的账号 小辈子的Lighter 这个小辈子BBA5820H 那Telegram是FLY17168 这边你可以欢迎跟朋友们加入 加入中哥群组来跟中哥讨论 因为中哥有相当多的丰富的交易经验 不管是你要跟中哥讨论 城市交易也行 或者是你要跟中哥讨论一些 隔日冲的当冲策月也没有问题 或者是你要跟中哥讨论什么 讨论像这样的一个波段大行情 应该怎么打单呢 这边中哥东通都可以回答你 因为这1010月的时候 我们是赚了1200点 加全指数赚了1200点 你可以去算一下1200点 到底是多少扣扣 这边就让你去算一下 那最后中哥补充一个 在这张图补充一个重点 就是109月的时候 大盘还没有往下峰跌 用大盘我们刚刚一直强调 是107月10月的时候才往下走 那当时107月9月的时候 平概股可是往下 往下重挫 那当时我们平概股也是放空赚了一笔钱 所以中哥想问大家刚刚提到的一个多空操作的问题 这边多空操作到底可不可行 我们用这张图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大盘这边的确是在走反弹 的确是有强多的形态 但是那是建立在什么样的预期 台铁店的法说会先进制成 领先全球这各家竞争场 所以带动的让加权指数往上走 因为台铁店占了这个权重 大概占了快三成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到盘好像是走一个多投行情 但是个股怎么样 中小型个股可是棒棒棒棒 一路的蹦蹦蹦蹦蹦 所以多空操作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的 你可以看多大盘 但是你可以放空个股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行的 所以不要再问中哥 多空操作到底可不可以 如果你够积极的话 多空操作绝对是可以的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每个人面对的行情都是一样的 面对的机会也都是均等的 差别只差在什么 你愿不愿意去掌握这样的机会 你一样花时间坐在电脑前 但是你却放弃了这样往下跌的这个机会 那中哥认为是蛮可惜的 我们是一个交易者 交易者你可以说是一个投机者 我们不说投资者 我们说投机者 投机者是怎样 往上要转 往下也要转 那这样的行为真的是可行的 如果你这边呢 如果这边你认为说是不可行的 那中哥不得不送你四个字 一 这边 所以我们这边就 这样图就跟大家讨论到这边 所以我们来追踪一下一些相关的个股 前期节目上我们曾经有跟大家提到 高价股似乎开始有人在落跑 有人在撤退了 这大盘这边好像要冲撞这个区间上远 但是有个股确实不是这样的形态 有个股有人已经在走人了 你可以看到这 刚刚当时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高价股 分别是5月27 5月19 我们连续几天都跟大家提到这个高价 高价股 那包括5274信化 669围影 今天都是持续往下去重挫 那这跳水姿势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这5274更是达到了跌停盘 那6669围影盘中跌幅最多也来到9% 那甚至包括5269详硕 跟这个不好意思 这另外一张图这种格有点打错 这张图的事实上应该是4966普瑞 那这边姿势你可以看到 目前都是处于一个空头市场的一个排列 已经开始慢慢盘出一个头部 要往下走了 所以高价股是走这样的形态 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有一些忠实户要走人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高价股都不是你我可以买得起的 当然也许有人真的可以买得起的 但是你可以买多少 买个一张 买个两张 买个三张 买个三张就很多了吧 买了三张就要三百万了 或许是你的资金真的很凶厚 可以买到十张一千万好了 但是一千万可以撼动到股价吗 这种格想问的是这样 所以很多的忠实户 忠实户 或许已经开始提款走了 那你跟这种格讲说 盘好像要往上做强攻 但是对应到现在的股价走势的形态 这种格认为 似乎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再来我们看到贵买指数 贵买指数今天有往上挑战高点 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小十字线 那最主要是因为什么 最主要是因为生计指数 今天往下做了一个下刹幅度比较大 虽然说收盘做了一个收缴 但是忠哥要提醒大家 这防疫概念股只是一个实际材而已 他有一天总是会回到他原本该去的位置 他会说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口罩概念股 那当然口罩概念股真的是忠哥的痛 忠哥身前放空也是曾经被修理到 但是忠哥当时是怎么跟大家讲的 我们跟大家讲 这口罩最快4月底最慢5月底价格就会开始出现崩坏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目前已经传出什么 传出中国大陆目前这个熔喷布是暴跌了将近95% 95%这边是瞬间 你原本一块钱这边有可能是瞬间 只剩现在五毛钱 虽然这边你不要轻忽说认为说 这防疫概念股会无法无天的涨上去 实际上每个商品都有它的一个捷径的时候 那忠哥认为这个防疫概念股 如果这边波动放大 还没办法站上高点的话 那你就这边就要开始流星 会不会开始往下回测到原本的位置 先前我们曾经跟大家提到 防疫概念股应该怎么来打单呢 我们是看龙头股 龙头股然后来打这个二三线概念股 相信有拿到这份之药都不陌生 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 你就是看龙头然后来打二三线类股 所以防疫概念股这边放大波动 如果站不上的话 那这些二三线类股会跌得怎样 别的比龙头股还要来得快 还要来得凶猛 同时众哥要听大家 过往这防疫概念股 过往这生机类股好了 过往这生机类股放大它的波动 却没办法再站上高点的话 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这多头走势已经来到尽头了 众哥这个看法 从来都没有改变 所以今天这盘后筹码就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说外置这边又翻为了一个空单 那这边看起来又是一个不连续的形态 所以如果翻为一个空单 我们观察一下 有没有机会成为一个连续性的形态 如果成为一个连续性的形态的话 这边就有意思了 因为这边搭配了这个 我们刚刚提到的亮人 或许就会开始回撤这区间下面 那一旦跌破这边就是一个主跌断的道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二三线内股是四一四的国光升 或是六五四线的高端疫苗 今天都是呈现一个重挫 那众哥只是举两档股票来做说明而已 事实上今天盘中 很多生机类股跌幅是 六趴七趴八趴九趴到跌停 通通都有 所以防疫概念股这边真的是 你手中如果还要多单的 真的要特别小心了 那除了高价股跟这防疫概念股之外 你可以发现今天有很多股票都是怎样 都是收了一个长长的大黑K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二一七的这优群 昨天非常的强势 进场去做追价 还说看这皇上一名 我买到一支突破的标股了 结果今天统统都打回原形 一根长黑K棒吞掉你前面的红K棒 吞掉你前面的红K棒 那等于什么 等于你前面辛辛苦苦赚到了钱 统统怎样 统统都给吐回去了 所以盘面上的结构 似乎已经开始有点这样 不利于多方操作 这边是投票 你要多小心了 包括33526的板甲 昨天很多人 技术分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很多人认为说 昨天是一个标准的突破盘 追啊冲啊杀啊 结果今天统统都给吐回去了 皇上一名一夜风流之后 统统都打回原形 那事实上这种一夜风流 很多是怎样 隔日冲进场的 那隔日冲进场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是这个盘 没有一个波段买盘的进注 少了一个波段多头的话 你这盘要供这个区间上员 或是真的供过的区间上员 他能走多远呢 这边让投资朋友好好去想一想 旁边上有很多个股 是这样子的形态 你不妨随便打几档 你会发现打十档 会有七档到八档 是走这样的形态 所以这种歌还是要 雨众心长的跟大家提到 这多重防护专案 在你下大雨的时候 在台股下大雨的时候 这边绝对是你的保命专案 可以这种歌帮你撑起的一把伞 这边不但带你避开的风险 甚至往下打的时候 这种歌还会带你大转一段 所以影片下方都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这边欢迎投票跟上我们 及时买卖操作的一个脚步 今天填写表单 马上有专人 有小秘书为你服务 所以影片下方表单连结 立刻手刀填写 那这边也请大家持续锁定这种歌 Light跟TelGrid 这种歌上面也会有些及时多空讯息 只有两个都加入 才能收到最及时最完整的 那我们下期见 谢谢拜拜 今天要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择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